金元代工厂联电受惠于28奈米顺利开出 1月份的营收年增28个百分点改写历史次高 展望第一季看好出货量还有平均售价双双上扬 再加上8寸厂的产能利用率 全线满载 营运不看淡 砸下18亿美元资本支出扩建28奈米产能 金元代工大厂联电积极拉近与台积电 以及三星之间的距离 只要公司的第二代14奈米制程 能够赶载第二季投产 让客户下半年完成晶片定案 与对手的技术差距将缩短到一年 我们在维持技术领先 以及建设高阶产能的长期承诺 去年第四季缴出量力成绩单 合并营收达到372.35亿元 创下新高 第一季更甩开弹季魔咒 目前除了8寸厂产能利用率全线满载 12寸厂利用率也直逼九成 推升一月营收达到128.83亿元 改写历史次高 年成长28个百分点 优于预期 观察第一季出货重点连点预估 金元出货量将计增2-3个百分点 金元平均单价有望成长3% 代货事业毛利率约25% 至于产能利用率 则将维持九成的高档水准 增添营收动能 福利宣室 陈文佑台北报道